育嬰假以外,我們還有一個育嬰津貼 育嬰津貼可能勞動部目前育嬰留職停薪的津貼 父母都可以申請,可以申請六個月 然後假如沒有雇主的怎麼辦 育嬰留職停薪 是不是一定要有雇主 對不對,要有雇主,沒有雇主的咧 沒有雇主的話 衛福部社家署是不是 檢署長 你們這邊沒有雇主的 大概就適用父母為就業家庭 如果父母有一方為就業 那在家裡照顧孩子 我們是可以給他補助 不過有排富條款 一方為就業 這中低收才可以 沒有就是所得稅率未滿百分之二十的 類似啦 可是那已經涵蓋率到蠻高的 可是那個金額差很多啊 金額當然就是我們政府是兩千五啦 育兒津貼 對 勞動部這邊是可以申請到投保薪資的六成 因為他是保險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點出這個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目前這樣子的制度 事實上對 對無固定雇主的勞工 其實的保障會不會不足 他可能在勞動部這邊申請不到喔 可是他 他不符合資格 然後社家署這邊 他可能也 也不具資格喔 對不對 對 因為不管是姓平法還救福法 那都是要有一定雇主 要有雇主的情況之下的話 才能夠申請 那這個是在那個法律規範裡面 就已經設定很好的 我 我知道啊 我現在問的是說 是說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想要把這個區塊 想辦法補 這部分不在勞動部的權責範圍 要不然呢 就是如果是屬於 我說無固定雇主的 如果無一定雇主的話 他是就業保險 他並不是就業保險的 被保險人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也沒有辦法 他不是就 他有啊 他有投保啊 他很多人是投保在 在一般的職業工會啊 他是保險的對象喔 他是喔 他只是沒有 就業保險的部分 就業保險 他只要是就業保險的 被保險人 那麼就符合 不然的話 他就沒辦法 是成為就業保險的給付範圍 不是啊 我現在問說 問說 他沒有固定的雇主 可是他還是投保在工會嘛 很多人這樣子嘛 所以他是保險的對象喔 這樣子他可以 他如果是 他如果是就業保險的 被保險的 那麼他就是 他就符合 可以申請嗎 這邊這樣的話就可以 他如果是就業保險的 被保險人 他可以申請 可以嗎 謝謝 好 跟委員做報告 因為在救保法第五條有規定 15歲以上 65歲以下受雇的勞工 那依規定要加就業保險 那剛才委員特別提到說 當然現在那個一定雇主要依規定加保 無一定雇主 只要他有雇主也要依規定加 那至於如果是職業工會 他是透由職業工會來加保 因為不是透過雇主這邊來加我們的救保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參加保險 那沒有進了保險的那個保費醫務 那沒有辦法依規定來請領我們的救保相關給付 透過職業工會 他是加勞保 他是加勞保 他勞保有參加 對對對 他是加勞保 可是他沒有加 加救保 因為救保要從雇主這邊來幫他加保 是 好 那縱使他沒有加救保 就照顧 就照顧特定勞工的立場 勞動部有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這個區塊他其實事實上 是比有一定雇主的人 更需要受到保障的喔 因為無一定雇主 這樣子講對不對 職業工會的會員 對 是 他可能他就是打零工嘛 是 所以他事實上 他事實上是更需要受到保障的 是 對 目前的機制來講 對於加入職業工會的 或無一定雇主的 不符合加入就業保險的這些對象 來講的話 保障的部分的話 就沒辦法用就業保險 那曾經有研議 就是事實上的話 延會員過去也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那未來的話 是不是要把就業保險的 承保範圍能夠擴大 那可能是需要再進一步來規劃 假如擴大有沒有什麼問題 擴大 擴大的話就是 最主要就是 要修改修訂 相關的法律 跟保費的承擔 回去還是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確實是更需要